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塔利哈提山泰 四周中的国际滑雪长 救护队的队长 我就特别喜欢滑雪 滑雪是我生活的一个 我一直滑到八十七十五年 那是黑色的 是黑色的 多吃一点啊 好 营养的东西多吃 要不然滑雪滑雪没有力量 这些电草是滑完雪 必须要 一些都必须要观察一点 我们现在就 再两个小时就多了 这些小时就多了 国家的好增是 全是给别墅的想法 我的家在于现在 就天前打起来个木床 放羊放牛 在冬奥这带 那个生活是 现在我都想不起来 那个生活是特殊困难 上学的交通方法都不方便 我刚开始我们上一年的时候 我们都天天就七个妈过去的 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房子 七到八公里 我爸给我最培养出来的一个 老实一点的妈 妈的妈租路和别人都快啊 十十分钟七妈过去的 那些地方有街边 那些地方有压得不对劲儿 赶紧回报 回报接待成绩 完了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去了 知道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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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到今天 我们就去 今天我们要去的情况 一下子床 我们现在开始实话 我没有了 那时候就烂车那些东西都没有 来到化学的客人我就骑个马团案上去 干这些活嘛就是为了生活 完了我上天基本上都是到处都是打工 09年开始我这个四周周路刚开始就当保安了 完了后在后面我们就我们化学化的 就是比较化的小伙子们公司跳起来 就干起来一个救护的部门 不要往后呀身体不要往后呀 你们俩都身体往后不要呀 平时早上天到晚里或者没学到的熊乐 晚里或者每天就会演习 南方人毕竟上海广州天津爱化学的就是都在家化学的 我的生活已经变了化学成当救护的以后在交流化学的客人 当朋友 我的目的现在就是我们这些部门能当行全国家能接受的一个救援队 奥运会比赛我们的目的就是经济一个救援队住 我都我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